各位網友大家好 這兩個人真是離譜 竟然亂來 真是我見到都 谷氣 我知道昨天很多網民都有人留言 其實就知道 韓華在亂吊24 亂誣蔑人 竟然燒到我們台柱 暗仔身上 這件事件 亦都跟你說 我們都不會跟你客氣 當然他們繼續 亂發噩風 可白繼續 在冒充 軍人 更加講到 公屋事件 那個情況 我們都會繼續和大家跟進 因為他又在說 又說 憑什麼 又憑自我硬腔子 快點 支持 給個like支持 大家幫幫忙 這兩個粉刺 他真是混亂 你這個伎倆想搞三搞四 吃屎 告訴你 這兩個人 以為自己真的沒事 告訴你 你很大件事 直播 開直播 他們繼續在這裡 風言風語 經常在這裡 暗盒 又說財商威威食雞 又說周老師 又說什麼 他的周老師 別人都不認識你 真的不認識的 別人問過 哪一位 別走過來瘋 很熟 他為何經常在這裡 提提提提 這些財商 他很簡單 我 只能夠 我可以告訴大家 他肯定在這裡 搭過這樣的雞棚 經常想懵吐人 借用別人的名字 幾千億 什麼什麼什麼 找到幾千萬 什麼什麼 如何大雪菠蘿 之類 在這裡 想著引人落答 其實是 你見他這兩個人 騙子不停 整天在想這些 古靈精怪的事情 你猜 當我傻子 財商那裡 我相信 暫時 這一刻 暫時都沒有發生 但是不排除 他接下來會有 但是 對於這間公屋 現在他真的 他真的以為自己 天下無敵 他以為自己 完全是 可以任意妄為 他這個人 都真是 挺癡癡的 我們跟大家跟進一下 究竟 講什麼 兩個人又在這裡 講公屋 整天都掛念公屋 他 整天都掛念公屋 就又 播一下給大家聽 首先播一下風源風雨 給大家聽一下 真是 離譜 兩個人 講話 現在 完全是 不給面子的 完全是 當政府死 當然 他說我們 當政府死 聽一下 有些什麼風言風雨 不要理 笨 申請發援 打飛機 你 打飛機 你有份 整天都在做這個夢 發援 他們兩個現在 什麼 沒有錢 你知道我窮 不敢 找發援 好 其實 去到這個位置 發援是什麼 大家想到 又是納稅人的錢 他好你好興 他在這方面 永遠不用自己的錢 他是拿別人的錢 去做一些幫自己有好處的東西 從這個點 就已經可以想得到 平時他們兩個 偷騙拐騙 縮骨射駁 老蜜桃 對他自己好好好 一定是死抱著不放 有JAXO的位置 他一定是貪盡 貪盡 過海陸空 好話 你想想 大家 數一下直播 他們現在還有幾個 在香港開直播 沒有的 不過不要緊 我這樣說 你 他們應該都差不多 很快就 應該被人收工 這樣情況下 他們現在就 風言風語 很快 很快就死了 真的 老實 這樣吃 什麼人都死了 播一下 他們又有些 古靈精怪說的 又播一下 古靈精怪的 給大家聽一下 放一下 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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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代表房屋處焗爪嗎 是嗎 你都痴痴地 我們沒有遺溪 你有什麼好能力 是嗎 收我公安 你要講理據嘛 白癡 黑粉 黑粉 生草養 生草養 講理據 不用的 其實現在不用的 代表什麼防不防儲呢 你不就繼續放這套姿態 收緊啦 一定要收 呼籲大家繼續強烈 搜集多些證據 給防儲 多些人 你想想這件事 我才說 我發現到我們的火局局長 何永賢 他的專業Facebook 在網上大量網民洗版 大量人質詢 這件事 為什麼不關公眾之事 如果 我見到有人留言 很好笑 有人CAP了給我看 什麼犯國安法 關於公屋的時候 有人說會犯國安法 現在政府提出一個新的加強打擊濫用公屋的措施 就是全港市民可以舉報 還有獎金 說話九五八八 這樣也可以嗎 現在政府自己打自己嘴巴 市民找到相關的證據 就可以舉報 舉報 防署搜證 或者相關部門搜證 搜到證據 就可以收你的公屋 老實說 很簡單這個道理 你不是不明白嗎 他們不明白 不過他們真的不明白 因為他們都不看施政報告 在他們眼中永遠覺得施政報告 不關我的事 他是這樣說 不關你的事 所以他就覺得沒事了 你不懂事呢 我見到有人就說什麼 不停說政府不收你的公屋 批評政府不做事已經幾個月了 政府如果是應該收回你的公屋 就一走收了 每天都坐著 說政府不做事 不收你的公屋 就說政府不作為 就說 侮辱香港政府是違反公屋 就是一個安法 我想說這件事 很簡單的一句說話 如果政府覺得市民關心房屋 現在公營房屋有人濫用的話 政府一早就出了聲 如果是不行的話 現在大家不需要說了 無論我們特首也好 國安處也好 雙關部門也好 都會出聲 但是你看到這麼多月來 無論羅淑佩 我們的羅署長 那天才說完你 何馬 我不會給他 我不會給他流量 他開口 我們不會應他之類 總之行事要低調 會繼續處理 我們的何局長繼續會處理 是吧 這件事 如果是 說到違反了國安法 一早出聲 我們的局長 我們的處長 會不會回應 何況這件事 公營房屋 我亦都不再話下 說我超過不知幾遍 是中央寄望下來 給香港特區政府 所以有些人不知道不知道 無聊暢狗狗 好像河馬之流 河白之流 這些 生草日 你一說就說 你兩母 就說就說 你們兩個 就說就說 不懂事 就在那裡亂說 是啊 好壞人家的 你每天遮住房屋 你代表房處人 很流行的 他是這樣的說話 政府現在給這個權利 要求全民一起去 打擊濫用公屋 加強打擊濫用公屋 這個就是我們可以做 我們現在看到這樣的事件 當然 判決 誰做裁判 你說 我看到他違規 我看到他懷疑濫用公屋 無論這件事件是河馬好 這件事件是其他公屋住戶好 最後誰裁決 就是房處 相關部門 如果好像你那樣 日兩日 就在那裡說 別人 你經常提醒我 要收我這間公屋 你不要瘋狂 你不要瘋狂 說這些說話 如果個個都是這樣的時候 那怎麼辦 你誰經常提醒 就是違反國安法 那怎麼辦 那你就跟政府 現在背道而馳 誰擾亂社會秩序 誰天天唯恐天下不亂 我相信 何馬也經常說 很多人看著 知道很多人看著 看著他的那個 什麼 直播 他的網上 他當然是 他經常發夢 自己真的很紅 自密監控 如果我真的 有事 一早就被人抓了 他是很流行的 你夠僵你就回來 你回來才行 你為什麼不回來 你這麼害怕 很簡單的道理 你又說自己不害怕 又說自己走得正 又說自己正義的化身 正義的使者 那為什麼你不回來香港 為什麼你不回去你的公屋 現在你的公屋也沒有人住 沒有人住 那你留在這裏 那我煲醋 讓你真的當作倉庫 大家就是 針對這件事 現在我都說了 你只是看一個施政報告 你看看多少 住在劏房的人 水深火熱 有多少人 因為 未上到樓 甚至乎 因為經濟的問題 他們沒有辦法得到一個容身之所 這件事 都已經不是說到 今年你出現的時候 才大家拿出來說 一直都說 不過只不過 你們兩個 特別是仰眼 左頭左勢 你自己 濫用做一些壞格 你還要不覺得自己是壞 還要很壞人多嘴 你這種性格 其實真的 極度離譜 我想告訴大家 是黑人爭到極 這個人 所以 大家就對了 繼續舉報他 很簡單 我都說了 無論你的結果 判決是怎樣 你房署 你說你調查完 我不知道你局長好 處長好 不過你想想這件事 知事體大 我覺得奇怪 立法會員 就算你近期施政報告 大家都應該繼續去議論一下 我都說 就算不管 你不是針對單一例子 就像這些例子 如果遇到其他 不同的人 好像河馬 有樣學樣 我都說 是這樣的 我又沒有遺規 他說他經常說自己沒有遺規 他說他沒有遺規 我真的想問一下 為什麼別人房署叫你加名 因為你的婚姻狀況改變了 你可以繼續不加名 規矩是要你做的 你說不加不加 你何來沒有遺規呢 當然他不會覺得自己有遺規 所有事情他覺得自己是光明正大 因為去到這一刻 依然是沒有事 所以為什麼有這麼多人 就好像我剛才這樣說 去到河局長 他的專頁留言 就說希望可以快點 有一個答案給大家 全香港很多人都希望 你給個答案出來 我很簡單 我也是說一件事 現在 我不知道他是處理中 還是什麼 我猜是進行中 根據羅署長自己這樣說 如果你是進行中 我不知道 可能真的涉及太複雜的事情 希望 快點盡快 有一個答案 因為很簡單 一件事 你對於其他 我從其他濫用公屋去看 不是說只是普通人 你現在涉及的幾個派對 你涉及的是幾個不同的範疇 一 有一幫在濫用公屋的人 二 就是在等著上公屋的人 三 是納稅人 是不是 其實如果你要這樣說 全香港的人都有關係 為什麼 你不可以快點給個答案出來 當然 明白 我經常都說 我明白你的難處 你的難處可能是首證 或者怎樣去找到所謂的證據工作 之類 這個OK 但是到最後你的結果 你都一定要告訴別人 因為 好像我剛才這樣說 濫用公屋的人 如果你說他沒有問題的話 就有很多人有樣學樣 知道原來這一種 就是不屬於違規 當然 我覺得 就算是 政府你都要說明 究竟 所謂的坊間指控 所謂的網上有很多證據 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事 其實這件事是一個 無論結果是 罪成也好 不罪成也好 是一個案例來的 這個例子可以做一個教材 我覺得 為何用教材來說 因為你裡面涉及太多情節 而這些情節 是有機會現有的公屋戶 是涉及的 有些人違規犯了的時候 那是不是真的違規呢 這件事 起碼特區政府 或者相關的部門 有個結論最後 我覺得都要公眾去解釋 因為 現在是你 叫人去舉報 那如果你不解釋 這件事究竟是 還是不是 違規的時候 每個人就瘋狂 一看到這些事件 去舉報的時候 就會變相加重了 防署的壓力 或者調查隊的壓力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我自己覺得 你要對 公眾 有一個交代 大家經常都說 立稅人 那些錢 大家關心 用得其所 所以 河馬 他是愚蠢 他是白癡 他經常都會告訴你 關你什麼事 人家房署做事 不關你事 絕對關 我可以告訴你 絕對關 如果不是 不關他 他不會 老實 他的報紙都不會看 兩個人 看得 糟了 羅署長說我們 他這些又不說 你不說 人家處長調查你的事 你不提人家的名字 他不敢 他哪敢 看他的款 不敢 這些 得罪 最好 不要提我 提我 我都腳陣 可能是河馬 這樣想 好了 講完這件事之後 更加也講一下 河白 厲害了 他繼續 死撐 其實他繼續在假冒 這些軍人 大家又把他拒絕出來 整天都冒充軍人招搖撞騙 其實某程度上 也是可以拘捕的 你不要想著 你自己 在假冒蝦 然後轉過頭 就可以蒙運過關 那天你明明自己的事 是你說出來的 河馬都很聰明 叫你不要說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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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衝大頭 好了 繞完一次又一次 又一次又一次 這次 河白又繞了 看看你們 又受不受到他這一下 所謂的理解 接受 你接不接受他說 聽聽他說什麼 有時候你說四歲 什麼事 四歲 當兵 四歲 我跟著那些 你吹水 忍耳朵 我四歲跟著賢坤 那時候 那時候 在朝鮮打仗 打美國 那時候 他帶我去那裡看 那時候 我當兵 他叫我毀任證 拿出來 幾十年 五六十年 什麼都遺失了 走來走去 那時候他恐到心口 那時候 我們前輩 都沒有舅舅 親舅舅 帶我去那裡看 大家聽到他說什麼 又前輩 又至元君 跟著又說自己幾歲 去了北韓 上戰場 帶他去參觀 喂 他真的 他說話 都 可白 我說你 吹水 也有個抱 你不要吹到別人 好像當別人 真是個個三歲 小孩 那時候才行 抗美援朝 大哥 冰天雪地 有沒有看過長津湖 幾歲 帶個小孩 去戰場前面參觀 你當這裏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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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傻的 你說這裏博物館 你當這裏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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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又說前輩 又說舅父 究竟是前輩還是舅父 那裏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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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不知字 然後又說 叫我拿那張偉任證出來 又不見了 屌你了 你說笑吧 如果你是抗美援朝 你上過戰場 偉任證都會沒有 我真的不相信 如果你真的去打個仗 荷蘭水蓋也有了吧 沒有啊 什麼都沒有啊 有沒有賞啊 什麼都沒有 然後就說自己是 那你跟假冒軍人有什麼分別呢 我真的不相信 在國內你隨便 近期 你真的 近期有一宗 亦都是我們媒體報導 講到抗美援朝 有位九十幾歲的我們的國家老兵女士 神槍手還是九十幾歲 實法裡面還中狗飛那些 阿伯 你行不行啊 中風你就有啦 這樣吃法 自己是 還在吹水 我想告訴你 你原先肯定是想這樣說 那時候 你幾歲 穿著開朗褲 摸摸摸的時候 抗美援朝 曾經走過上戰場那些 帶你去廣州那間電器廠參觀 你就吹到大一大 說到說 那些人就帶你上戰場參戰 接著又說自己夠歲數 去參戰 阿伯 你在吹水 然後轉頭又說 不知道自己幾歲 過來香港 我都不知道你打什麼仗 打飛機你都沒力了 說話 老實說 這些冒充軍人其實很老實 你在那裡裝作 其實很嚴重的 其實在內地 所謂這些冒充軍人 經常都很容易捉到 因為偶爾也有這些新聞出來 一些假裝將軍 有些假裝大教 什麼都有 個個都說自己很大粒的 沒格拿著素 想著可以走個方便 有些是少將 你看看內地那些假冒軍人案件 人家也有證 連證都沒有 你在那裡賭白頭片 何馬說得對 說你吹水 就是說你吹水 這種招搖撞片 大家真的把他拿出來 不行啊 誰知道你 你還要在公眾平台上大肆宣揚 說你自己做過軍人 抗美援朝 基本上都要坐牢 你還要繼續這樣冒充軍人在招搖撞騙 其實根據內地刑法 第380 第72條 冒充軍人招搖撞騙 處於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留 管制 或者剝奪政治權利 情節嚴重 處罰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所以假軍服假軍人擾亂社會治安 影響社會穩定大局 嚴重影響軍人名將和軍隊在人民群眾心中的地位的大毒瘤 所以這些假軍人是要從根部剷除的 如果他真的繼續在這裏懵人 想得到別人很厲害 你抗美援朝 老兵 想騙一些好好處 甚至懵人 真的要舉報他 絕不捨怨 坐牢 有空就說自己是這些 喂 我真的 我暫時未找到一些抗美援朝 好像阿可霸你那樣年輕的人 我見到很多都九十幾 每個人出來的軍服 身邊上面有很多不同的榮譽襟章 榮譽章 榮譽章 這些 你有沒有 你打過仗 你沒事 你又說到你自己的偉人都撞不見了 現在你說自己的外星人都可以 你說自己很厲害 又有什麼博士學位 什麼碩士學位都可以 你說自己是專家都可以 什麼都可以 你沒有 好像我這樣說 你在賭白頭片 無料辦有料 所以我覺得真的痛不得 快點快點搞定他 不要把他罵在這裏 你兩個在這裏 一個就說自己財商學院好 巴之弊 一個就說自己力量多 經驗多 甚至說自己有什麼威水事 而這些所有東西都是虛假人切 在內地 所以剛才河馬他不是說的 他說黑粉搞到我 內地的直播帳戶 一舉就立即被人禁止 很老實 你不是違規 人家怎麼會停得到你 人家內地的導演 微信那些很嚴格 你夠僵你就試試說這些 我等你 你試試在那些平台開 你說這些說話 你看看你會不會會 儘管看看誰穿誰不穿 如果你沒有犯錯 人家怎麼會被抓到你 怎樣可以封得你好 你說人家是有黑粉錢 所以其實這兩個人 你問我到這一刻 我不需要再給他面子 不要等了 不要等到2025 不要等到11月 現在很快快點 搞定他 如果不然 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再說 拜拜